我应该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 虽然所有人都很喜欢你 你的消愁也很好 但是我并没有期待 因为你其实从史之中 你的曲子就没有过过一次关 这个专门研究词 我研究了十二年词 你写到我想给你跪 竟然是我狭窄眼光里 所有看到现在年轻辈里面的写词 最有灵气的人 薛志倩吹捧华晨宇贬低 毛不易的才华虽有质疑 但却用作品给了薛志倩满意的打卷 消愁不染木马城市 一手手好作品都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伤的人 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世界上有多少人 这个年底12月14日 毛不易新歌《无名的人》上线就陆续霸宝 大千世界云云众生 我们都是无名之人 但不证明我们是无用之人 而这首歌正是献给所有顶天立地 却平凡的普通人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华晨宇老师这么多年 有一首像毛不易这么好听的歌吗 有过吗 有过吗 他 他是 我呀 华晨宇 平快乐男生出道 成名期间一度被评为天才型歌手 12月的新歌 黑白艺术家一发布就登上热搜 而这首致敬黑粉的歌曲 歌词犀利 不给留下任何情面 他用泥土里的蚂蚁 哪能搞动天边的海鸥 可不喜欢他的黑粉 所以这首歌今天唱完 你们如果以后在网上看到那些所谓的职业的黑粉 在网上故意想要引战 故意想要让大家来争吵 你们不要在网上去和他们吵架 也不用去和他们讲道理 就把这首歌发给他们说 老娘请你听新歌 多年以来 毛不依靠着自己的努力 给听众留下了很多记忆深刻的作品 而反观华晨宇成名多年 能让人随口说起的代表性原创作品 几乎都要让人想很久 唯独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他的无字歌 还有翻唱的浮夸 有人说这是风神 因为太过深奥 也有人说这是装疯 我也无力反驳 但这种迷着曲风 你能接受吗 毛不依的歌没有太大的高音起伏 他的编曲没有多么的高级华丽 却用温暖的口吻和情感打动了无数人 与无名的人同期发布 还有他为小米加 现场的插曲 原来的温暖 深情伤感的歌声 自卑无奈 表达了对视剧美好的无限怀念与追忆 视频最后就一起来洗洗耳朵吧 让我说 这样朴实无话的音乐人 还请多来电吧 当你一个人期盼 突然觉得孤单 都有些荒诞 你决定分开的所有理由 偶尔你也会承认 怀念曾经的瞬间 你突然发现 你丢失了 原来的温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